中国大陆降息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营建业跟房地产业的复苏 我忘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讲房地产业了 一直强调房地产业 很早就开始讲 那现在他终于环部出台了这种处理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利息降低的政策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这个标题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 但这标题是有问题的 中国央行 央行讲的是中国的民营行 他说一年起和五年起以上的LPR 双双下调10个基点 LPR不是中国央行决定的 跟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叫LPR 因为利息利率有好多种利率 那都可以看作一种政策利率 LPR全名叫Long Prime主要的 Rate 翻例成就是贷款主要的利率 主要贷款利率 对中文要倒过来讲主要贷款利率 什么叫主要贷款利率 我们每一个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要贷款给客户的时候 每一个银行都会定一个LPR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客户群里面 低等的客户 什么叫低级的客户呢 就是我认为他绝对不会倒账的 他信用是非常可靠的 他还本复习在10年内没有问题的 这我叫LPR的客户 这应该是Prime主要客户 所以贷款给Prime的利率 一定是我这银行里面可能最低的利息 那我会定出一个给LPR一年期的贷款 或者五年期的贷款 或者十年期的贷款 那原则上是一年期的贷款 为基准去推算的 那一年期贷款利率定出来的话 如果你的信用程度比较差 那我可能就会加个几码 你这个最低利率再往上加一点 或者如果说你有 你有这个比较差的抵押品的话 我就会更高一点 换句话说 这个几乎就是给最好客户的 最低的利率 叫做LPR Long Prime Rate 那这个Long Prime Rate是什么来的 是中国大陆有18家 公营民营的银行 总共有18家大型银行 比如说民生银行 你可以看作是民营银行 或者是一些什么 开发银行 可能看着民营银行 可能也有到工股 但主要也可以看着民营银行 有总共有18家 这18家银行 它会定期的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月一次 有可能是 甚至于比较 历历可能比较复杂的时候 会两个礼拜一次 然后他们就会 他们有中间有一个叫做 互相拆解中心 18家银行 它互相都会说 秀琳 我这边突然间今天多了5亿 可不可以放给你 那个叫做拆款市场 为什么银行之间要拆款市场呢 因为银行每一家银行 每一天存款跟提款 有时候速度会不平均 如果我今天存款太多 然后提款太少 那我中间就会多出钱来 我今天突然间到下午3点的时候 多出了5亿 我就打到隔壁 平秀琳 你那边 我这边多了5亿 你要不要用一下 那几个晚上 三天 好 我三天算你的5%了 这个叫拆款利率 那你说银行一定是这样 是的 每一家银行全世界一样 因为 你没办法控制客户的提款跟存款 你可以控制客户的贷款 可是你贷款给他 他什么时候把钱提走你不知道 那提手是会到哪一家银行你不晓得 所以每一家银行每一天 那个存款跟贷款书都激烈变动 那激烈变动以后 那个他们我们叫TREASURY 就是 我不想怎么讲 就是财务管理人员 那个主管就会 电脑上就会显示说 哎呦 我今天到什么时候可能还有 不够多少 我就会借 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少了10亿 然后我就赶快 笑点笑点 我这边缺10亿 里面有多少可以补给我 那大家就 好了好了 我这边只有3亿可以补给你 那多久 我说一个晚上就好了 一个晚上说 好利息多少 这样敲定 这个在拆借市场 好 那每一天的拆借市场 这18家主要的银行 它就固定 开始了 然后今天是 大家同样讲好说 我们礼拜五中午报价 然后 18家就统一在这个 大家把 飘出 来来来 我的LPR 我要下个礼拜我要订这个 4.25 那你说4.27 好吧 那18家就有个带头银行出来说 那好 我们set up 就是这个猜款市场里面的时候 我们平均多少 那大家18家 到礼拜一公告 全部同意 所以是大家同步的 这18家同步 18家同步 你说 为什么这么运作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运作 因为好像从祖师业以来就这么运作 规则 显规则 对对 那你不参加也可以啦 也没有说你规定一定要参加 但是大体上我们平常在调度的 这18家 也不是说18家以外就不调度 还是有 但主要就是我们18家互相调度金额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定出来在LPR 那LPR会受什么影响 会受央行政策的影响 为什么 我们18家互相拆来借来借去的时候 有时候刚好我借不到 我打了17通电话 我差10亿 我甚至于差50亿 我18家通通掉不到 我知道跟谁掉 跟中央银行掉 对 那中央银行就会有 有几种借钱给银行的办法 第一种叫逆回购 很常常常逆回购的例如 那有人叫做OMO Open Market Operation Open Market Operation 什么逆回购啦 我今天突然间缺了100亿 要跟中央银行掉 中央银行就摆起面孔来 你有什么东西拿来抵押 中央银行要求的是合格票据 国库券 政府公债 大型企业的债券 金融债券 反正三不等 就是它有个表 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 可以拿来抵押 比如说 这个公营事业的商业本票也可以 那他就会挂牌说 好 我七天起 利率多少 你要给我借就是这个利率 所以这个利率 第一种叫逆回购 什么逆回购 中央银行把银行手上的票券 债券买来 放钱出去 放人民币出去 这个叫逆回购 因为隔了七天以后 银行要买回去 买卖的价差 就是这七天的利息 那这七天利率 我就会公布 我七天利率多少 一般来讲 大概原则上都是用七天为准 央行当时没有时间跟你管 隔夜拆借 所以说你要借就是七天 当然有时候也会到 两个礼拜 这个叫做什么 逆回购 那等到央行 七天以后 央行把这个 债券还给你 叫正回购 这样听懂的 正回购 英文叫做逆回购 英文叫做reverse re-purchase 有人叫做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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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R-R R-Purchase 大概这样子 所以 中国的央行 这个LPR是上个礼拜 我们的这个节目 就已经降下来了 可是央行没有降 现在这一波厉害的是 央行把他的逆回购的利率往下降 所以他降的是逆回购利率 不是降的是LPR 因为 因为我跟央行的利息比以前便宜了 我在拆借市场是不是也要往下调 拆借市场利息往下调 每天变动 我的NPR更往下降 因为会送到影响 我竟然央行可以借的更便宜利率了 我借给主要客户利率就更便宜 要不然借不出去啊 人家跑到隔壁去借啊 央行还有第二种利率 7天起上 就可能7天14天 到达最多到28天 叫SLF 它的英文翻译过来叫Standing Standing翻译成常备 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叫做常备贷款 Facility大陆上翻译成便利 便利商店的便利 因为Facility翻译成便利 我也觉得怪怪的 好 大陆这么翻译 香港跟台湾翻译成额度 就是我有这个额度随便你来用 大概这样子 然后这个叫做常备的 就是在7天起14天起28天里面 这个贷款的期限大概这样 叫做SLF 所以你会发现央行会公布一个逆回购 叫做RRP的一个利息 也会公布一个SLF的利息 然后另外还会公布一个MLF MLF是什么 是借一个月以上的 一个月三个月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叫做中期的 不会超过一年 不会超过一年 所以央行用这个 这个他借给商业银行这三种贷款的方式的利息 提升或下降 来控制你 导引商业银行的拆款利率 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LPR 所以你发现LPR是先降 为什么先降 因为他们上个礼拜就先降 就他先预测 对 就因为他们认为央行可能要下降 他有内线 这个不叫内线 因为央行会跟他们每天商量 这个有的没有的 然后最后就决定了 美国是这样 美国大概用Open Market Operation OMO这个利息要操纵为主 所以双箱下调10个基点 一个基点是0.01% 就是一个基点 10个基点是0.1% 这个幅度有点的小 对 怎么这么小 像他们讲了这么多之后 发现他10看起来很大 其实是很小 很小 对很小 跟美国用一码两码 比起来有点落差 央行中国要给保守 我总是这么说 因为问我的话我会不满意 你觉得太少 太少 有啊就是这个降息的确是不满意 因为有人就说 这个造成了中国ETF大跌 因为这个降息幅度让大家太失望 ETF叫Exchange Trading Fund 为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些基金是在交易所买卖 一般基金它会有封闭期 然后到的时候就解散 对不对 到时候就可以解钱领出来 那有的时候会随时领进领出的 那ETF说你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上买卖的 那ETF大跌 他是说因为降息幅度令市场失望 我看不是这样子 因为降息就是为了旧经济 就是能够拉动经济付出 他降的不够多 大陆的经济没有到旧的地步 没有到旧的地步 他的服务业经济成长力还好得很 对 那说再度降息 试图拉动经济 没有他人民营养第一次降息 他可能就是上一次就是我们讲上礼拜的这些国有银行 就是大家把所有的降息的层次搞在一起 搞在一起 那是LPR 然后这一次是央行真的就符合他们的预测 把三种利率往下调 他没有到经济 因为他现在还是5%以上 还是属于复苏状态 他经济已经是很好了 应该讲已经很好 他唯一的就是房地产市场有问题 虽然要针对房地产市场 有人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占GDP的25%以上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房地产市场 不是算到GDP里面的房地产市场 他是房地产市场的营业额跟GDP的比较 这两个没有关系 如果这样子的话 制造业的营业额不是更大 出口更大 所以 那ETF大跌跟降息幅度不够有关系 不是ETF大跌是反映对于股市不看好 股市不看好 ETF就会大跌 因为ETF先行指标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说因为降息幅度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挡住股票市场的下跌 这个说法有点脆弱 不一定 因为你从降息幅度不够 到股票市场会继续下跌 这个中间的变数太长了 还有很多可能性介入 所以ETF大跌是单只对股市观望 看钱景不佳 股市不是风吹草动就要反映一下吗 没这么严重好不好 因为变数太多了 有汇率有利率有各种资金行情 还有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 这个获利率好不好的问题 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因为利息的关系 完全靠利息去撑股票市场 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 是不是美国经验是这样 也没有完全失望 令市场失望 令蔡正元失望 蔡正元跟市场都失望了 都失望了 降息降太少了 每个国家经济状况不一样 经济处境不同 完全不同 因为欧洲在升息 中国在降息 然后美国到现在其实撑住了 其实最新的鲍尔在国会听证会是说 我们应该会继续升息了 是吧 他最新听证不是这么说的吗 我还在观察 你觉得他这个不是蛮清楚的吗 要需要进一步 通膨还没办法处理 要长期抗战 我同意他的看法 可是如果下一次的时候 美国经济突然状况不太好 他会不会坚持升息 不会 他往后拖 再拖一个月 医生用药都是给你一个月的药 都已经不错 要回诊 先观察一下 要回诊嘛 这是一定要回诊 你说如果美国经济看起来不行的话 不行的话就不敢再继续 我认为他有不行的风险 在哪里 他不行的风险 我担心他美国的 这个就业的数字的动能 会突然间向往下滑 就业数字是我们经济学校 很重视的一个指标 如果是有就业数字有问题的话 你那个美国现在GDP是一% 他就自以为很好呀 中国5%每个被每个人唱衰 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这个世界 大家对于模范生的标准 都比较严格好不好 更搞笑的 台湾有个姓谢曾经说中国大陆经济不好 就台湾经济是负3.02% 他说台湾经济很好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些人了 你总该有个同业标准好不好 这不是有科学标准的 有政治标准 对这是政治标准 民进党执政了就很好了 负了3.02%就很好 所以我同意他的看法 就是美国的通膨还没有还很顽固 可是问题他的标准很高 他降到2%的通膨率 中国大陆通膨率三 可是中国大陆就把它搁着 因为知道它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 那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在弄通膨也好 跟美国的制度会有不一样 每个国家会有状况不同 比如中国大陆很重视房地产涨太凶 台湾也一样 居住正义 是吧 是居住正义吧 对啦 我也不否认这种客观经济事实的 这种政治的一种论识 我不否认 但是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当你房地产觉得不会涨的时候 老百姓就不会买 不会买的时候 房地产就会下滑 下滑的时候GDP就会衰退 然后衰退了以后 就业率就会下降 就业率下降了 年轻人的薪水 很多的薪水就会下跌 包括那下跌的时候 就更没有钱买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循环链 那有人讲说 有需要再盖 哪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知道建商的供应 它有一块地 那可以盖100户 那如果算一算 只销50户 它是盖一般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多盖出来的部分 它觉得它撑住 那如果景气好 它马上就卖掉了 景气不好的时候 它撑到另外的50户 它要不要 它就干脆就不盖 地方的 看那景气好一点再说 那如果这样政府打压 所以你没有卖掉了 我就扣你这个税 扣你那个税 那我就根本不盖了 对不对 或者盖一半 不再这样盖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济行为 那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都喜欢把它政治化 不行 长太凶了 我要打压 那居住争议全世界处理的最好的 只有新加坡 其他地方都很困难处理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它有一套制度 把这种所谓的基本需求的住宅 跟商业需求的住宅切开 切开 那商业市场的这个住宅 我管你涨多少 他才懒得管 那他始终维持着基本住宅的 房地产的价格 可能是一般商业住宅的价格 差不多70% 甚至60% 那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 因为他把基本住宅的房子 做非常严格的规范 你买进了 政府是给你买进了 你不能随便买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然后你要做工作几年 除去几年 才可以买这种房子 不是你那种随便 我既不想工作 我一毕业就要买房子 那不可能 他有个规范在那边 那你在工作过程里面 他要你有个什么年金 除去 他有强迫除去 然后强迫你买房子 台湾就有人讲说 这不行 这就房奴 比如说某某人 某某一个明年 一直在讲他只租房子 不买房子 一样的道理 个人需求不同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建立这种 很特殊的封闭型的住宅 很多国家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是岛屿型的都市国家 它的人口数量好控制 那中国大陆不一样啊 你在上海实施这个 那江苏保健怎么办 对不对 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人口控制的问题 虽然大陆上有人口 有户口制度 可是要把它实施这一套的 这种小国寡名的 因为户口限制 跟国籍限制是两码之事 大家又会讨论 这个有自由度的问题 你跟新加坡讲自由 太奇怪了 所以我知道说 房地产市场 有一种政策上的内在矛盾 你一方面希望它不要涨 二方面又希望它对经济有贡献 那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又要马上跑 又不给它吃草 对 所以隔一段时间 就要去杠杆化 打压一下 中国都有时候杠杆过头了一点 所以控制这个房地产市场 是一门很高深的经济学的知识 如果观点换来换去 就不太容易累积这种知识 那不管是欧洲升息 为什么升息 抗通膨 中国降息 为什么降息 要刺激房地产 然后或者刺激企业投资 那中国 美国不动 为什么 他已经升息升了好几码 看看好像有点效果 你刚刚讲他有经济衰退的疑虑 对啊 所以他现在停看听 因为银行已经倒了两三家了 当然要停看听 所以世界经济怎么走 颠颠颠颠颠颠的走 而且大家走向可能会不一样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政策会不一样 不可能 每一个都同样的药方 这医生怎么干呢 对不对 那美国现在的这个不知道要 to go or not to go 往左还往右的这个利率政策 他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是大家观察的一个指标嘛 说这个倒挂已经倒挂的时间非常长了 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好不好 历史经济学的经验 这个倒挂久了之后就摔退了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收益率曲线的倒挂 就是短期利率跟长期利率 正常情形叫短期利率比较低 长期利率比较高 借越久利息越高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能不能收回来 可是我们认为国债没有收不回来的问题 第一个我讲的是国债 那国债里面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两年期的到期的国债 不是说发行两年 是说可能发行十年的 只剩下两年到期 两年内到期的国债 跟十年内到期的国债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指标 如果两年到期的国债 跟十年到期的国债 正常情形 两年到期利率比较低 然后十年到期利率比较高 那这个叫收益曲线 我们就根据时间轴 把它画一个曲线上去 应该是走下往右上走 那倒挂就是突然之间 短期利率两年期的 哦 跳上去了 比十年期还高 变成这样子的 有可能是这样子 甚至于是这样子 写下来的 那为什么收益率曲线 倒挂 这种叫做倒挂 短期比较高 长期比较低 这种收益率曲线 因为国债我们不叫利率 叫收益率 因为它是根据价格 去回算回来的 为什么会倒挂 会是什么 一般的也是经济 会来的 差不多一年半以后 会经济萧跳 会衰退 那为什么会这种说法 你看哦 两年期的利息 突然间比十年期还高 就代表说 我两年期的资金吃紧 短期的资金吃紧 那为什么短期的资金吃紧 我需要去卖掉 这个两年到期 我卖掉两年的国债 去筹现金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认为 短期的资金压力大 那长期的资金 还没有压力那么大 所以变成一种什么情形 变成是我认为 两年后经济会衰退 因为两年后的资金成本 会提高 那两年后资金成本 都会提高的话 这个正常的运作来讲 就是我两年后 投资成本是比较高 就是我现在两年的利息 比较5% 那我要计算 我现在工厂盖 盖了两年以后的 我的成本就是5% 那这个5%的利息 我就会想 那我就不要投资了 我就不要投资了 所以变成有这种减缓投资 减缓消费的现象 所以在两年期的收益率曲线 比较高的情形底下 我们就会预测 这是一个预测用的 不一定会很准 但是大概 10次有6次准 所以大概一年半以后 因为两年一年半以后 经济进入衰退 就是说有点像那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利息这么高 利息这么高 因为比10年起还高 就表示短期资金已经有够吃紧 那既然短期资金吃紧 我还要去借这么高的利息去投资吗 去购置什么东西吗 我设备我都还一点吗 手机吗 再作用两年吗 大概这样就脱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预测未来经济萧条的一个现象 要不然怎么会利息上高 就比较资金紧俏 这是一个不好的资讯 不好的资讯 那你说会不会进一步倒过 会 那就是说衰退的几率越高 它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上去的话 就有机会回来 因为这样勾上去了 它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你是说没有那个U型反转 或是V型反转的现象 看起来是一路滑坡下去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倒挂的图形 这紧限于美国 原来财政部长也当了5年 差不多了 一个部长当了5年 换个新的人 年纪也到了 换个新人来接 这个本来在中国 政坛上面一个不断的喇叭 年轻一代 而兰佛安我看他的资历 他基本上就是老财政 什么老财政 他就是本来就在财政部里面 从基层上来的 那后来升到一定的程度 就调到什么 好像拿个地方去当 当那个什么财政厅长 然后升上来当省长 然后一直升上来当省委书记 好像干个两个地方的省委书记 一般评价都还不差 所以论功论绩效就把他调回一张财政部长 现在他为什么调他一张财政 不是中国中央财政有问题 是地方财政有问题 而他又在地方财政上打滚上来的 所以找他去治病也许会比较适合一点 比如说现在你调个新冠肺炎的专家 去治疗登格勒好像有怪怪 所以我们那位蓝先生一下就被 罗先生一下就被打枪 他也没碰过登格勒的案子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很麻烦 要找那种懂登格勒的人去处理 要有经验 这真的要经验 这没办法 就跟你刚刚那个巴西行长一样 有政变的经验 其他有政变的地方就会有经验 这个在地方待过的 回来处理地方财政 应该主要任务就叫他处理地方的财政 应该是 另外一个老人也回来 这个刘鹤本来应该也退休了 现在又回来监督财经委员会 这个很正常 像以前李国典要退休 蒋经国不让他退 李国典就讲我心脏也不好 真的 因为我上过他课 他就是说退休了以后 一个礼拜来讲两个小时的课 那是在哪个学校 我说哇 还在政大 还在台大 我往来讲课 那我去旁听 那好像每个礼拜都还就晃了晃了 现在就晃了晃了就来了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 这个 哎呀这个 国家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退休了 可是我们总统就每一次都是 还要我去帮他弄这个弄那个 这很正常 为什么 你有新医生上来 对不对 小医生上来 现在开大刀 要做器官移植 总该摆个老医生在旁边 我比较放心吧 对不对 少说这个老医生 换新换过一千次 对不对 换的几率比较少 小医生才换过两次 你现在来 当然要胆战心惊 你作为家属一定说 老医生拜托一下 你给我站在旁边看就好 对不对 把我盯着 对 不然他的 对 这个应该怎么讲 这财经部位的主管李强 他也不是这方面出身的 习近平也不是这方面出身的 不像刘鹤在这个圈子里面 已经打滚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找个老医生在旁边 你搬个小凳子在旁边 给我盯一下 把我盯一下 我觉得这是对的 习近平倚重他对了 我跟他解释 财经这种东西 真的很微妙 稍微刀一开错的话 后遗症不好医 那个我印象很深刻 比如说彭凡兰 他是很谦虚的人 他在当央行总裁 每次跑到办公室来 来辣粮 来哈拉哈拉 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 他每次讲说 他的政策什么 解释给我听 这个外面炮声融融 对他很多意见 意思是要我这个帮忙 那我就会跟他深入讨论 他很好就是 我有一些认为他的政策 好像有点的不太精准 不太到位的 有时候我也是像在批评 易刚一样 也不客气讲 他会跟我解释 后来解释不通 想一想好像也对 接受我的意见 这样去弄 这个就是财经关联 即使再有经验 你都还要听听别人 也有相类似经验的看法 他不叫经济沙谎 他当国务院总理 当然是经济沙谎 因为李克强不懂 李克强怎么会懂这玩意呢 财经这种麻烦就是说 跟医生一样 不是你在旁边看 他看他开刀 看了十四你就可以开刀 那两码之四好不好 两码之四 他有一个process 要不然你没办法理解说 为什么这个动会那个会动 为什么这个血管能切 那个血管不能切 这个血管会切到神经 那个血管不会切到神经 那真的是 要实验很多遍 对 真的很多遍 那刘鹤在这方面的经验是 的确目前是中共中央里面是 可以撑得相当不安的 很了解的 所以他监督中央财经委员会 就对了 这不代表经济问题 现在是其实蛮棘手的 因为习近平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从来没去视察过 中国人民银行 亲自跑去了 然后国债宣布要发一照 这个我觉得 国债是财政部的事 跟央行没有关系 央行只是代理发行而已 他不是主动发行的人 或者央行只是帮你管这个 发行 像美国财政部发行 也是通过央行的发行 联邦准备要发行 执行而已 对 执行而已 这个政策都是财政部在决定的 因为借钱又不是 人民银行借钱财政部 他只是因为银行的角色 帮你做这个service 我应该怎么说 如果中国经济越开放 然后市场限制越降低 人民银行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 早期中国人民银行是商业银行 兼营商业银行 后来慢慢脱胎成中央银行 那如果越开放的话 市场限制越来越降低的话 人民银行的功能角色 重要性就越来越高 所以你看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早年刚诞生的时候 在政坛上也没有重要性 后来随着美国的经济越扩大 越开放 现在只要提到联邦准备银行 理事会 他就等于美国的地下总统 神一般的存在 对 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 那个好像贺锦丽副总统 都没有他的行情 对 好像美国副总统 根本有那个行情 用别讲众议院议长的 所以这个人的重要性 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够开放 够世界化 然后所以牵一法动全身 所以这个联邦准备 理事会的主席就 无比的重要 不管是量化宽松的幅度 程度的拿捏 以及现在要量化紧缩 这个所谓暴力升息 那个也都是很高的技术 你别看很简单 又2.5% 那我也会排版2.5% 没有那么简单 太多数据太多 它的操作底下的规则很多 怎么达成这个目标 怎么够 那就像开刀一样 像医生开刀一样 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 会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地位 越来越高 未来正确的说法来讲的话 中国人民银行 要跟中国解放军一样 直接归国家主席馆 应该这样才对 现在好像是归国务院副总统馆馆 位阶相对来低 那习近平主席的视察中国人民银行 就中国政坛上第一次体现到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性 这代表他地位提升的意思 对提升了 那大概也是做得不太好 亲自来盯一下 我建议习近平主席要把这个 中国人民银行的位阶 要拉到这个国务院副总统这个阶段 有这个必要 有这个必要 那中国人民银行以前被我不断的念念念 我念多久 念了一年一年多 一块两年了 叫他要卖美债 要卖美债 买黄金 要买黄金 对不对 要降息 你看他都动作很慢 那习近平去了之后会快一点吗 现在在卖美债 赔了就多了嘛 讲也不听 对不对 我知道 因为我们在你节目讲 后来我真的知道 有很多大陆的学者就 引用我说法 然后就直接写给 他们党中央 写了不少说 有个台湾小岛上面的某一个人 整天批评 整天批评中国人民银行 只有这回事 是告你状吗 不是 不讲告我状 告他状 应该告他状 告他状 而且我说 不应该把那么多美元 放在美国 我一讲再讲 一讲再讲 可是人民银行不太理我 所以习近平亲自去看看 你们到底干什么 你知道吗 中国人民银总共的外汇存底 有三兆多 有两兆七八千利放在美国 你到底在干嘛 对啊 为什么要寄存在美国 我不懂啊 他好像以为现在中美两国还是你农我农是不是 我跟你讲 哪天跟俄罗斯一样被冻结了 对啊 对你都会这样想啊 对不对 所以你的私房钱不可以放你老公口袋 对 就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 哎呀百思不解 我不晓得习近平去最后会有什么结论我不知道啦 但中国人民银行的表现我是不满意的 我觉得更不及格 这不应该 在中国各个当内在全世界表现都非常好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表现不及格 这是很令人厉害的 因为他位阶之前太低了 他提升之后 可能就会好好表现 哎呀 不晓得 以前中国人民银行看起来是好像比财政部长低啦 可是全世界的重要的国家里面 央行都是会比财政部长高 唯一的例外财政部长跟央行一样高的 只有美国 为什么 因为美债全世界来用啊 他等于是个小银行的 一个全世界中央银行的 哎呀 这个好吧 就祝福习近平啦 祝福他 好 不过中国投资者是有在听话的啦 就是美股美债都在卖 金额现在已经创四年新高了 这个 这个 我应该这么讲 现在美债的利息非常的高 但是 什么破16年新高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快到转折点啦 快到转折 拐点啊 快到拐点 又不能再高下去了 你现在利息到最高点 比方债券价格到最低点 这个时候应该买进不是卖出嘛 纯粹从财务 那他们怎么在抛 美股我同意啦 美股我同意啦 他们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是 想把资金从美国抽走吧 怕储存风险太高 那如果纯粹从财务的风险来讲的话 美债现在是在进场买 而不是进场卖 那现在中国人民银行还在卖美债 那是另外一个逻辑 不是不能卖时间不对 又卖错时间 然后又卖错数量 那中国人民银行 哎我怎么叹气啊 问题蛮大的 好另外这个美国之前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投资 设出了一些限制啊 要这个核准申报 大家受不了了 一些投资集团去跟拜登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搞他们 哎 他话讲的太温和了 你想选总统啊 我们不捐款啊 哈哈哈哈 这样比较白嘛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啦 投资这种东西没有没有说 比如说我今天投资秀琳你的公司 不是说你给我的投资机会 或者我投资是对你恩惠 投资是一个交易 交易就是有赔有赚 只是赚多赚少赔多赔少而已 美国投资集团投资中国的这些行业 对他来讲为什么要跑中国来投资 他一定说比较之下 这一笔钱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 他才跑到中国来投资嘛 那你现在不让他投资 他等于他的营业额就会少了赚钱的一部分嘛 那对中国当然是不好 因为中国就是有需要外资才会拿出这个让你投资嘛 那因为美国你有多余的资金 所以才去投资这个嘛 不然你对你这个美国的各式各样的投资银行投资集团 那你限制我投资的话 等于是自损一千商人八百 我也没地方赚钱去啊 因为我们在投资我讲过 我们投资策略一定是比如我现在有1亿美金 那我会把它切割 我就是从整个大局来讲 会切割说股票多少债券多少 那债券是买美债的买日债买欧元债后 那接下来那美债是买政府的呢 还是买企业的啦 那企业的话是买哪一个啦 那如果海外的话新兴市场多少啊 然后这个成熟市场多少 成熟市场就讲机械们嘛 那新兴市场就机械们以外 我通通通称为新兴市场 然后新兴市场我中国要占比重多少 我是有这么个架构 那我现在中国这一部分不用 我哪里投哪里啊 我去刚才好像都超过太多了 不符合我的风险控管跟我的系统管理嘛 那你现在不让我投资中国 我这一块又是市场上很大的一块啊 那我要投印度嘛 你不要搞笑了好不好 所以他当然要求拜登说 你调整一下 你就不合理 老是用政治来看经济 那对我们这个影响那么大 当然你就会抱怨嘛 对 因为他这个的标杆是用市值 不是用交易量 交易量他还早市值 那印度有很多的公司 像塔塔集团 他号称啊规模很大 对 然后所以他 摩期等级 不一定 然后因为可是他每股的交易量 不一定很大 那所以啊 可是即使交易量不大 价格再攀升 乘以他的本来规模就很大的 一个股票的这个发行额度 就会使得市值变得很大 这个市值变得很大 因为印度有很多的公司在上市过程嘛 不过印度上市的标准 比其他国家来的松很多 宽松 松很多 对 所以某种程度取代 香港我是没什么好讶异的 因为这个也不是 你说市值取代香港 市值取代香港 没什么呀 香港上市很严格 市场的地位 不会太高 不会太高 总统没有把印度的金融市场 当一回事啊 你有在世界上哪个地方看到印度一堂吗 搞不好是从今而后啊 会不会 他可有这种期待 我们尊重他的期待 我举例子 1970年代 台湾的股票市场 交易总值 是纽约加东京两个加价还要大 交易量 对 纽约加东京 对 你问我那个事情 1970年代 我们飙到12000点 对我来讲太久远的事情 你那时候还小吗 那时候幼稚园吧 没有 还没出生啦 1970年还没出生 是是是 那在那个年代里面 台湾的市值 跟纽约政见交易所市值一样大 有没有意义 是耶 没有意义嘛 没有意义嘛 你大概忘了台湾 辉煌的过去 我们有这么经济奇迹的时刻 全民皆股民 可是台湾人口量体就这样子 能够变成这么大 你想要国贷金共一股一千多 一千多啊 一千多万台币啊 现在才多少 三四十的样子 对 哇塞 原来台湾 所有的金融股全部上一千 原来台湾曾经这么硬度过 当然硬度过 硬度过 所以没什么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这是一个烟火 对烟火 大家觉得有趣的话题而已 有趣的话题 就是突破四兆美元 当然所谓印度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利多 那利多这个有几个原因啊 当然印度自己很努力 然后美国也很帮忙 美国的资金就不断的敲锣打股啊 印度股市好啊 大家赶快去投资啊 那散户当然都是印度人嘛 那外资大部分算是美国人 美国人 大概这样子 所以是这个美国还有印度政府联手炒作 印度不是 当然联手炒作 那是不是这个台湾地区中东国家 很有钱的这些金主们 也去东南亚投资 也包含印度吗 这个不太一样 东南亚不是印度 印度叫南亚 我们习惯上一对就是东盟 我们来大陆叫东盟 那主权基金投资的 通常都是长期投资 不是让股票市商用 不是刚才那种 交流打鼓 主权基金一进去金额大嘛 所以选定的投资对象 通常都是认为有基本面的公司 才会投资 加大对东南亚投资 因为台湾地区 在欧盟投资赔了一屁股啊 不要讲赔了 这个某家瑞士银行 他们都赔了30亿美元 30亿美元 瑞士信贷 对瑞士信贷 赔了30亿美元 那其他的 这个在美国他们也赔钱了 美国股市他们也赔钱了 所以现在到东南亚投资 不只到东南亚 还到 到香港澳门深圳的所谓大湾区 他们现在开始进入投资 他们不要讲究长期 实质的投资 不会去到短线炒股票 所以是比较专业性质 刚才那个是属于这个跟风性质 股民性质 蔡市场蔡兰族 蔡西亚 所以印度股市现在是蔡兰族现象 当然 你忘了我们1970年代 又有这么辉煌的蔡兰族的过去 是不是很难以想象 好不过这个钱就是跑来跑去 就是说他会看现在的这个全世界 哪里这个钱容易赚 所以就跑去 那最近华尔街是不是资金 就是离开中国比较多 然后去新兴市场 是说刚才的现象 就是这个造成的吗 从中国把它移到印度去 那正常呢 因为中国的银行股也好 地产股也好 这个外资赔了不少钱嘛 赔了不少钱 他当然要拍拍屁股走路嘛 拍拍屁股走路看看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金额都不大了 所以 中国市场大嘛 新兴市场大公司很少嘛 所以这些新兴市场就讲东南亚啦 或者是 那个拉丁美洲啦 这两个主要新兴市场 那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新兴市场可言啦 所以 似乎是 seems to be winner big winner 我们英语教学 这个 一点钱就很容易涨别 不过你说 拉丁美洲有什么市场好去 也没有啊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还好啦 最近不是有点热吗 因为 要有岸外包 只好外包到美墨 对 还好啦 因为墨西哥的社会结构体质没有很理想 要有很高效率的劳动力 还有待有待考察 那资金离开中国 只有一部分你资金离开中国啦 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因为你房地产赔那么多 现在中国政府正努力在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嘛 你看看恒大赔了多少外资跟内资 还有其他的地产公司还是很多啦 我是觉得中国政府在这边要很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不要以为那是民间的问题 因为中国是刚崛起的 崛起的时候国际信用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不只是民营企业 国营企业都是需要很高的这种信用 就是说我国家有钱 那我这些 这些房地产公司 只要不是恶性的 通常都要把它扶上正轨 而且要求他去把国外的这个债务啊 就是尤其是国外的债券 一定要完全的赔偿 什么完全赔偿啊 就是说你一下子付不算没关系 你就继续付利息 然后把本金往后延 这是唯一的办法 你不可以说人本金都要跟他对砍 那以后这些国际基金 资金离开中国就不会再回去了 因为他觉得风险太高 而且不是金融风险 经济风险 不守信用 这很重要 信用破产 信用破产 当然最近那个目的看衰中国经济 就是把它变成负贫 那中国大陆对于这件事情 当然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 说这个完全是看错了 那另外政治局会议说 未来要在财政政策上面继续加码 应该这么讲 目的看衰中国经济 这是一个正常的平等 就是说因为这种平等机构 都是大部分看过去 少部分看未来 没有几个人会把经济预测 说他看目的怎么做经济预测 他不是这种公司 他是发过去的成绩单 对 发过去的成绩单 那中国在 他也不是说看衰中国经济 他就说 中国负向是指的说 你买中国的债券 或买中国的股票 仅限于债券跟股票 要用保守的 减码的方式来处理 真的啊 因为你的股票跟债券 都是已经发现过了 那你现在中国主要两种股票 一个是三种股票 金融股 地产股 互联网股 这三种股票为主嘛 那不像 跟台积电在台湾的股市结构不一样 这三种股票 占中国的股票比重太大 刚好这三种股票 全世界都在跌 美国地产股跌不跌 美国金融股跌不跌 美国互联网股跌不跌 你看谷歌都在裁员了 Amazon都在裁员了 所以这三种股票全部在跌 撑住美国股市的 基本上还是什么 NVIDIA 什么AMB 这什么 这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在撑住 Amazon都不一定撑得住 所以有七大公司 基本上 科技女神的股票 没有 科技女神 Amazon不能买 对啊 Amazon不能买 不能买 因为他自己的裁员 你还敢买他股票 你不很怪吗 对不对 你说他裁员体质更好 那Google可以买吗 有所保留 有所保留 所以只能买NVIDIA 我不能讲太多 因为我们这不是股票 股票教室 股票教室要收费人 所以 全世界这三种股票都不好 欧洲更不用讲 那这个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回党 就跟这三类产业有关系 阿里巴巴啦 京东啦 抖音股票可以买 抖音股票上市了没有 我还不太确定 其他的都很惨 因为这些结构正在转型 你说那个 YouTube的母公司能买吗 我也不觉得没有很看好 没有很看好 Google 嘿嘿嘿 你讲那么白干嘛 哦讲YouTube母公司 抖音母公司可以买 意思是这样 对吗 抖音母公司可以买 YouTube主公司 你就考虑一下 这个市场学科在改变当中 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在改变 Facebook也不能买 这些叫Meta 你看你很快又把一些 被你引诱 对对对 你快要把七大快要分析完了 引诱被你引诱的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说要加码财政政策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现在中国的体质 金融政策跟财政政策是一样 一样重要 中国现在不要怕印钞票 因为中国现在的物价是在 在缓和 缓和当中 一点都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 所以你不用担心 印钞票 那印钞票不能像那个美国一样 Helicotter drop 那不行 印的不要发是不是 印钞票不能发 要有特定的管道 因为印钞票的印法就是贷款 贷款到正当的一个产业结构去 比如你到 汽车产业 电池产业 就是会有产出的投资的 半导体产业 要攻坚项目的 未来中国的下一代人要吃的饭 不要老是做什么 Adita Nike的鞋子 那真的不好赚 走的路好不好 不是 因为以前中国是Adita Nike的 最大的制造厂商 那未来仍然是要 可是你不能老是做的 那工资很低 你看越南做的工资 跟中国做的工资 都差距有限 但是如果你做别的行业的产业的话 他的负价价值 负价值要高一点的 就有更高的待遇可以请员工 那员工的平均薪资就节节上涨 任何一个国家的 这个绩效最好的就是看就业素质 跟平均薪资 所以前段时间那个赖清德不是 不是拷贝那个谢金河的说法吗 说台湾的股市已经1万7了 香港的股市才1万6 超越香港了 所以表示台湾主权独立 比一国两制好 香港一国两制吧 对 那台湾是多少 是因为政治体制造成了股市的交叉 市值的交叉 这是谢金河的理论 然后赖清德跟着说上去 所以印度的体制最好啊 照这样讲嘛 照这样讲印度乱七八糟 总性制度 我们开始搞总性制度 看起来总性制度对经济最有帮助啊 所以这些人知识跟逻辑水平都不高 不管是谢金河赖清德 他们的经济素质都很差 你比如说谢金河整个资深财经专家 他从来没有受过正统的财经 就是训练啦 说不客气来他是名医嘛 他不是医学毕业的 那我来这样讲哦 台湾的股市好不好 很差 很差吗 很差 一直创新高耶 我来跟你讲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创新高 打开台湾的股票市场给你看 台湾因为台积电一支股票的市值 占台湾的三成 占台湾的三成 所以其他股票如果不涨 只要台积电涨 他就会跟着涨 那你看看这个台积电的 台积电今天的是572块 今天还小涨 那我再给你一个叫利基电 同样是做半导体的 台积电是572块 利基电是28块 利基电是从去年90块跌下来的 所以跌掉多少 60% 现在等于是剩下三折 这个也做晶片吗 做晶片啊 那为什么差这么大 所以就不是每一家 半导体工资都算钱啊 只有台积电 对 讲对了 强者越强 弱者越做 群创只有13块 群创只有13块 那云豹能源都还有90块 那可能跟 绿色执政有关 这个就跟政治体制有关了 那我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台积电只要涨 台湾的股票指数就会涨 即使其他的股票 已经跌得稀里发辣了 像那一天 台湾最大的民营的 这个金贡公司之一 叫中信金 他们很开心告诉我说 哎呀 我们股票终于涨到27块了 我听了音乐 哈哈哈哈 你就知道台湾的股市是很惨的 只有少数几次大型股 像台积电 这样子的股票 其他已经跌到谷底了嘛 台积电cover了大家 对 利基电是刚上市哦 前年刚上市的股票 上市的时候涨到90块 现在跌到29块 你就知道说 并不是所有半导体 那如果要看联电股价 我很喜欢有兴趣啊 我很兴趣联电的股票 我这个一定要插一个单 黑熊政治体制到底有效没有效 你想看一下 说不定今天会涨啊 哎呀 联电股票 49块 比利基电好 哎 比利基电好 你看哦 49块 他最高最高都没有突破55块 你就知道这些股票的底子 所以不要以个半导体 每一家行业都很好 大部分行业都 半导体都很惨 就一个台积电 那台积电因为它市值非常的大 然后变成说 它一家股票涨一点 台湾的股票市场就很容易上1万7 那台积电为什么容易涨 因为它双挂牌 嗯 它在纽约挂牌 台湾的挂牌 那这个双挂牌就产生一个 美国人发现啊 7Sister已经不太管用了 除了军火工业好以外好 还有能源公司7Sister 科技业已经不管用了 很多人就跑去买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就一涨难跌 因为它不只是台湾资金 也有美国的资金在撑的 因为双挂牌不可能美国涨 台湾不涨 也不可能说台湾跌 而美国不跌 或者这两个互动的 而且美国资金又比台湾资金 来庞大很多 所以变成说台湾之所谓 能够1万7千点 就是因为一次台积电能外 其他台湾的股票跌得很惨 都跌得很惨 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所以不要把台湾股市 觉得是一片龙景 再加上台湾的股市 因为新上市股越来越宽松 台上也可以会来投资 什么KY股一大堆嘛 所以台湾的房地产股也跌得很惨 台湾的金融股也跌得很惨 台湾有没有互联网股 互联网 好像 好像没有自己 没有本土的互联网 我不晓得 摩摩啦 摩摩是不是有上 摩摩算吧 摩摩 东森 不是 富邦的那个富邦 因为他跟其他绑在一起 很难讲是完全是 因为他富邦媒体绑了很多东西 所以不完全算是互联网股 但这个绑其他东西 应该现象还不错 所以整体来讲 就是台湾的这三类股都很差 跟中国大陆一样差 跟美国一样差 金融地产互联网也是不行就对 都不行啊 都不行啊 所以香港也是这三类股为主 大陆也是这三类股为主 所以全球股市 目前你看起来好 都是好在某一个特定的产业上而已 没错 这个印度 印度有个目的 印度那个莫迪 莫迪 莫迪在他们股市涨了 也是汽车股 像我们塔塔极端 能源股 能源股 石油公司 因为他们石油公司 在这波俄乌战争 赚翻了 不但没有赔钱 不像欧洲的能源公司赔钱 印度的能源公司赚翻了 全世界只有两大能源公司赚翻了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印度 那中国的能源公司不敢转卖 不好意思转卖 比较熟规矩 比较熟规矩 对 不过你刚才讲到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这个财政政策 跟金融政策 应该要往加码的方向 对啊 去这个提升经济的动力 扩大财政政策 扩大金融政策 中国现在的问题 如果不扩大金融政策 扩张金融政策 扩张财政政策 单方面一个轮子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全面扩张 红海的最北端 就是苏伊斯运河 最南端叫做曼达布海峡 曼达布海峡 那曼达布海峡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曼达布海峡 那这北端苏伊斯运河 然后所谓胡塞武装呢 控制的是在这里 因为它刚刚在叶门 叶门就是阿拉伯半岛里面的 最南端的叫叶门 那在叶门的时候 胡塞武装是军阀割据 它刚好是最靠近曼达布海峡 这个地块 叶门的这个地方 是它的割据的地点 所谓青年运动 它不算是 怎么讲呢 不算是一个政府 也不算是一个国家 而且青年运动有不同的名字 它有人叫胡塞武装 有人叫青年运动 但是另外一个名字 它正式的名字 叫叶门珍珠党 珍珠党 所以你才听到珍珠党 就知道是什叶派的组织 什叶派的组织 什叶派的组织一定是 伊朗所支持的 那它在这里啊 实际算是一个军阀割据 又武力了 割据这一块 当时就是停火的时候 就是大家分配 叶门的中央政府是靠 靠这个东边一点 然后胡塞武装是靠左边一点 但是它的范围并不大 就刚好在曼达布海峡旁边 所以它可以用曼达布海峡 来威胁所谓货轮开往以色列 以色列是一定要过了 苏伊士印河以后的地中海的东部 才叫 这个土有点小 才叫以色列 以色列是靠地中海 海有点小 那它的理由是说 凡是 在往以色列的货轮 或者以色列挤的货轮 它通通要威胁 那对于这个游轮 或者一般的集装箱的货轮 甚至于散装的货轮 它当然 因为面对这个情况的话 第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 因为每个船都有保险 所有的保险公司的保费 立刻应声而长 只要你要经过这个海域 它就涨 不管三七二十一 涨的多涨的少 那 这个保险一涨的话 不只是船的保险涨 货物的保险涨 就会使得整个运输成本 而大幅提高 因为你知道吗 货物要上船之前 一定要有保险单 要有仓单 仓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从哪一个仓库 运到你这个仓库 你这新的仓库 必须开给我一张仓单 然后我这些货物要有保险 那它传公司自然会有保险 所以这些保险费啊 应声而涨 那 应该最近大概涨了10%吧 据说会涨三成 刚开始而已 刚开始而已 所以还会再继续涨 是说 就看情势紧张与否 那涨10% 对这些货营公司 利润就不见啊 很多货物大概 茅山道士 赚了大概也就是5% 10% 那你再涨10% 你这个时候又不一定能够 把这个 价钱转价到客户身上去 转价多转价少 都会很困难 所以对于这个 货营公司来讲 他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停止经过 我不要走这里了 就叫红海 停止经过红海会有 会有第二个问题就 产生了 运费落这么远 油费跟运药费 黄色这条线 运费 而且经过好望角 这里有个叫做 怒火好望角海岸 这个 这里因为太接近南极 所以它的浪差 有时候会超过20公尺 所以这么高的浪差底下 这个很多的货轮的驾驶成本 各方面的成本都往上抬 货运费也会跟着应声往上涨 就同样每一公里 除了跑得比较远 所以货运会涨以外 经过这里的货运的费用也会涨 因为这有时候在计算这种货运的运费 它会经过好走的路 还是不好走的路 这海路不同 那经过这里是最危险的 以前我们看过那个 一些历史教科书说 哇 这个谁谁谁 经过好望角多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它很困难 很危险 虽然现代化的游轮 或者是货轮 驾驶技术跟那个船的设备好很多 但是仍然是一个颠颇的海域 这里以前的名字不叫好望角 叫暴风角 那是后来因为西班牙国王觉得 哎 经过这个就是一个good hope 所以就改名叫好望角 其实真正的名字叫暴风角 能过去的话就是运气很好 以前是没错 现在比较容易 但是也要面对很多困难 所以这种种种因素 总运费成本上升了 那总运费成本上升了 再加上你就一个船公司 或者货主来讲 你也不愿意搭这种船 第一个就是说 你经过这里怎么知道会不会打到 万一打到就完蛋 或者被绑架 这问题就很麻烦 那对于这些货运公司的话 除了运费高以外 他要承担货不能到达的风险 那我干嘛赌这个呢 你走这边就没事嘛 对不对 我多花一点钱了 那多花一点钱的话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 苏伊士印尔生意就会下降 苏伊士印尔谁的收入 埃及的收入 那埃及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复杂的国际政治 埃及一定会对这个伊朗施压 那伊朗会不会对福塞武装施压 那福塞武装现在是装枪做事 他先喊出来我要打以色列的船 以及运暖以色列的船 可是还有包括一个 很多船公司都是跟以色列蛮友好的 比如英国是支持以色列的 然后甚至于北欧的挪威 有名的马斯基霍伦 也都是支持以色列的 也就是说相对来讲 对以色列比较友好的 就可能会受灾 所以马斯基先说他不走了 不只马斯基 应该英国石油公司 比英国石油也不敢走 应该是 因为他们支持以色列 自己心里有数 可是接下来的话 不要把福塞武装真的太当一回事 接下来就可能会有 某些国家派出武力 去修理福塞武装 有啊 这个美国已经说了 他已经召集19个国家 一起联合海上巡航 他本来找中国 中国是可参加可不参加 那参加就好像你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不参加他也会采取相对行动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地图 这个地方有凸转三角形有没有 非洲有个三角形 这个叫非洲之角 非洲之角旁边有个地点叫做吉布地 吉布地就是 中国的 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港口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他就也要派几条军舰去那边晃一晃 表示我的威力在这里 不要碰我们中国的船喔 对对对 这个意思 对这个意思 但是真的会武装冲突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因为胡塞武装喔 他做不要本钱的生意 他本来跟哈马斯是不好的 两个教派不同 可是同样是穆斯林 现在为了对共同对抗以色列 他现在高举 你看你们都不敢 只有我敢 那就伸手要钱 他是不是飞个无人机吗 然后美国说他的无人机才几万块 我还要用6000块的导弹去打他 那当然不用 不要用导弹打啦 有别的方法可以打啦 那只是美国故意这么说而已啦 那重点是你直接派军机去把那个 胡塞武装炸一炸 他们就炸掉啦 那会这么做吗 美国会这么做吗 目前不会 因为他会等到以色列跟哈马斯 那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现在其实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就像我来预测了 等多打两个月吧 就我看一看 现在也不像战争啦 什么叫战争啊 战争就是要有攻有守 有攻方有守方 像俄乌战争这样很清楚 那现在在加萨走廊不像战争 第一个时间 大概前三个礼拜像战争 你打我打这样就算战争 现在根本像镇压 你逃我打你逃我打 那是不像战争啦 那是追击的 那是追击的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镇压的状况 虽然我们还是习惯上讲说 以哈或以巴战争 事实上已经是在处于一种镇压跟追击 那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啊 在国际政治跟国际法上面 如果你是一对一战争 基本上你是什么 轰炸到什么学校医院 比较会没话讲 比较不受战争法的限制 因为通常那个医院学校里面 都会有武装人员 我们讲说轰炸学校医院是违反国际法 要做这种所谓国际刑事法的审判 战争罪的审判 可是如果你有武装人员 武装设备就排除在外 那俄乌战争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 所以排除在外 那以巴战争在第一个阶段 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所以排除在外 所以很多媒体讲说 巴勒斯坦 哇 医院被炸什么被炸 他有只要武装人员 炸就符合法律的规定 因为法律是蛮宽松的 那现在这个到了镇压阶段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不能被定为战争罪 如果你是在镇压 或者过程里面采取过激的手段 就会涉及到种族媚绝的罪行 另外一种罪 另外一种罪 或者反人类罪行又不太一样了 那对于这个 对这个胡塞武装来讲 他介入这个东西 正面的好处是提高他的政治声望 多了他的裁员 他可以跟伊朗要钱 你看我这么威 你看 甚至还是可以跟 穆斯林的国家去募款 你看嘛 我多隐瞒啊 代表穆斯林打以色列 但是他现在都没有打到以色列 只好抓着路过的人 那对埃及来讲是一个伤害 埃及是 这个附近地区里面人口最多的 埃及在这里 这个是整个阿拉伯中东国家里面 然后北非国家 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他怎么会容许你影响他的生意呢 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会最先召集出手的是埃及 有可能 但是第一步我们先保护 如果你有攻击的时候 那我有军舰在铺船团的时候 你真的有行动的时候 那我就不客气 名正言顺 那个时候就会用很残酷的轰炸 我们看到的很残酷的轰炸 而且是这个所谓的船团附近 美国的航空母舰 各国的这个军事的设备在那边 不用白不用 反正他也不会去打Airman 但是福塞武装 可能要往这个东边逃了 他们要有自己变成哈马斯的这个 心理准备 那另外这个马来西亚的方式是说 那所有的以色列国旗 都不准来我的马来西亚的港口 那这个对于以色列算是一种制裁吗 不是 这不叫制裁 这个叫政治动作 因为全世界挂以色列国旗船的 真的很少 几乎没有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第二个 以色列的这个船东 大部分都挂其他国家 挂英国 挂其他北欧国家的这个船集 甚至比利时 荷兰的船 几乎没有人挂自己的 所以这个是象征性的动作 那马来西亚的安法 为什么要做象征性的动作 就涉及到马来西亚的内部政治 安法在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里面 被归类为比较温和派 比较属于现代化那一派 比较没那么保守那一派 那比较激进的 比较保守的 就整天指责他 你没有强有力的 支持我们穆斯林兄弟 对 穆斯林兄弟 这个在其他国家 像印尼就没有这种情形 印尼因为整个国家相对的 就比较温和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 他面对这种派系问题 因为他不是最大的派系 他也不是最大的党 他只是因为联盟结果 所以他使他取得首相席位 其他的党派还是看他不顺眼 对安法来讲 他要某种表态 所以就是禁止悬挂以色列国旗船 停靠大马的港口 经过马六甲海峡 不一定要停靠大马的港口 还有很多其他选择 他应该说禁止经过马六甲海峡 他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马六甲海峡 有国际条约的保障 不是你单独你这个马来西亚 说可以禁就可以禁 而且马来西亚也没有本事去禁这个 一禁的时候 你想想看 印尼会不会抗议 还有新加坡会抗议 都会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会有点困难 而且现在穆斯林国家 对以色列态度就是 外交啦 喊一喊口号啦 所以他采取一个行动 这是为他内部的政治安定的设想 但是不是真的对以色列 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这次的这个鸿海的商船的危机 会造成全球油价天然气的价格 把运油的价成本就上升了嘛 特别是运到 这个欧洲去的 因为你看嘛 那图我们拿过来 因为产油国在波斯湾嘛 天然气最多的生产量也在波斯湾嘛 那波斯湾运出来 如果运到亚洲的话更不受影响嘛 因为这个石油跟天然气最大的消耗量 都在中国日本跟韩国嘛 这三个地区最需要量最多 台湾也不少啦 不过比起来我们台湾还少一点 那直接从这边运过来 根本不经过曼达布海峡 这边叫荷姆之海峡 是伊朗跟那个杜拜之间 不是杜拜 跟那是什么 阿布 现在应该叫阿联酋 国家名叫阿联酋 杜拜是邦的名字 所以跟阿联酋有关系嘛 那这边是 是跟伊索比亚吉布地 这个跟这个M有关系 这个叫曼达布海峡 这里叫做荷姆之海峡 那曼达布海峡 这个第一个 从这边要运过来 主要是要运到非洲去了 欧洲去了 欧洲 那或者绕着 过来运到这边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中国的货物 要经过这里 然后运到红海 运到欧洲去 那这里一有问题的话 中欧班内又赚到了 海运不通就走陆运 所以我就说奇怪 中国最近怎么国运这么好 这是国运的问题 国运这么好 以前中欧班内 大概已经有到了 六七成的一个满额 现在我看 订单应该已经到了百分之百了 车票要涨价 又被你猜中 运费啦 不车票 那个大部分是货运 很少有客运 客运就抓飞机就好了 就是货运的车票 所以那台湾要运到欧洲去的货物 也要应声而长 因为我们从台湾这样运过去 所以凡是到欧洲都会被影响啦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最新的统计 中国运往 美国的海上的货柜的运量 持续在增加当中 那是代表美国的经济在复苏吗 对 美国经济在复苏 而且美国像其他地方买的量不够 所以只好彼此摸摸 继续下订单给中国啦 所以海上的货柜的运量增长 百分之十三是很可观 而且百分之十三 也会带动了中国明年度的 这个外销产量的增加 那也对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也有正面的帮助 我想美国在复苏 也会带动欧洲慢慢复苏啦 德国今年经济生长率等于零嘛 那明年就可能会有 1% 2%一个好消息啦 总是比爬在地上好啊